- 大家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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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是臥草的總編萌萌 - 我是臥草的范 - 歡迎大家收聽 - 臥草喵政治 - 臥草喵政治 - 臥草喵政治是一個幫助政治新手 - 新手村 - 了解台灣重要政治議題的一個節目 - 沒錯 - 那我今天我們的畫面主持是 - 辦公室的小貓咪 - 小貓咪他年紀也不小了 - 阿拜 - 阿拜跟大家問一下好 - 聽說會有一些客貓 - 如果你要歡迎你有自己家的貓咪的話 - 你可以來投稿給我 - 可以來當我們的客貓 - 那我今天我們要聊一個 - 真的很重大的台灣政治的議題 - 沒錯 - 就是二二八事件 - 嗯 - 然後 - 因為我想說 - 我可以去了解一下 - 一般人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想法 - 就是大部分的人 - 他們不太能具體的講出來 - 二二八事件的始末 - 可是普遍都會有一個認知 - 就是這是一個悲傷的歷史事件 - 然後死了很多人 - 跟人權跟政治很有關係 - 可是大概就是一個很粗淺的認識 - 不會再多了 - 喔原來 - 這樣 - 所以我就想說 - 那我們今天就簡單的review一下二二八事件好了 - 好 簡單嗎 - 先給 - 希望囉 希望簡單 - 其實真的要從頭開始講起來 - 要從1945年 - 因為1945年之前 - 因為台灣還是日本殖民地 - 那個時候台灣人就被日本人當說 - 啊你是清國奴啊 - 你們這些中國人 - 所以要跟你差別待遇 - 那二戰結束之後啊 - 中國國民黨來台灣了嘛 - 那台灣人一開始還很開心喔 - 喔喔喔喔 - 也被當中國人嘛 - 那現在換我們自己人同志 - 應該會比較好吧 - 所以還在那邊慶祝光復喔 - 想說 - 台灣人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了 - 就是被日本人同志久了 - 會覺得 - 好像中國人來跟自己比較像 - 好像跟自己比較接近耶 - 長一樣 然後又講 - 欸 講類似的相似的語言 - 那後來沒想到 - 這個中國國民黨的治理能力呢 - 比日本還要差 - 然後加上各種啊 - 貪污腐敗啊 - 物價高漲 - 所以還不到兩年 - 還沒開始發生228 - 台灣民眾已經非常不爽了 - 那所以真的事件爆發點 - 就是在1947年 - 2月27號的時候 - 前一天 - 前一天 - 那時候政府官員在查棄 - 販賣實驗的攤販嘛 - 結果他們在查棄的過程中 - 居然開槍 - 然後把路邊圍觀的群眾 - 其中一個人給殺死了 - 哇 那時候 - 你就想看發生這種事情 - 一定超不爽的啊 - 台灣人民加上 - 累積了那麼多的那個民怨 - 所以就引爆了長期台灣人民 - 對政府的不滿 - 不滿 - 所以你可以想想 - 那個時候 - 你們現在大家如果很不滿 - 要抗議的話 - 會去哪裡 - 開道前面 - 對 會去當時的這個 - 這個權力中心 - 現在會去總統府 - 前面的開道 - 那個時候呢 - 就會去行政長官公署 - 就是當時的權力中心 - 你就在現在的行政院那邊啊 - 在前面抗議 - 結果呢 - 他們碰到的卻是 - 等著他們的是機槍 - 然後對抗議群眾掃射 - 就是有點像 - 我們現在 - 本來是去抗議 - 本來是去澄清 - 就沒有想到 - 政府 - 他們回應的方式 - 是用掃射的方式 - 對 - 就是當時的那個 - 不是跟你接澄清書 - 是對你開槍掃射 - 對 - 那所以 - 你看喔 - 如果是現在的話 - 現在的話 - 你看到這種很不爽的事情 - 會什麼 - 趕快PO臉書 - 趕快上PTT - 我們可能會去爆料 - 然後去PTT上面 - 去講說 - 我遇到了什麼事情 - 但當時 - 並沒有FB存在台灣 - 對 - 所以當時你如果想要 - 讓很多人知道 - 台北發生這些事情的話 - 你就是去 - 廣播電台 - 講給全台灣人知 - 所以那個時候 - 的廣播電台 - 就現在在228公園裡面 - 有一個台北廣播電台 - 所以直接抗議群眾 - 被掃射之後 - 哇很不爽聚集的群眾 - 就去佔領了廣播電台 - 去跟全台灣的人講說 - 台北發生了 - 現在這種非常嚴重的事情 - 然後讓大家都知道 - 然後其實 - 因為這種民生很痛苦的狀態 - 是全台灣都在發生 - 所以他們知道政府 - 做了這些事之後 - 各地也都非常的憤怒 - 然後就開始 - 會有很多民眾組織 - 就是抗爭 - 想要去抵抗各地政府 - 因為其實狀況越來越嚴重嘛 - 所以其實各地政府 - 也逐漸壓不下來 - 當然也有些靈性的衝突 - 也是有那個政府啊 - 對派兵 - 並對民眾掃射 - 但是其實 - 根本最後押不下來 -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 - 那個政府的命令 - 根本傳不出去 - 陷入無政府狀態 - 對 - 那因為這種狀況越來越嚴重嘛 - 所以台灣本來就有一些知識分子 - 一些精英 - 他們覺得不能 - 不能再這樣子下去了 - 所以又組成了一個 - 228處理委員會 - 那他們做的有點像是 - 就是建立一個官方跟民間 - 的一個溝通平台 - 讓大家可以坐下來好好談 - 看看巧一下 - 怎麼達到共識 - 然後可以做什麼 - 做一些政治改革啊 - 比如說台灣人 - 以後也可以有一定的比例 - 要在政府面當官啊 - 然後有些制度 - 要做些什麼樣的改變 - 而且我 - 據我所知 - 當時的政府 - 好像配合度也算挺高的 - 剛開始談的時候 - 對 - 就是那個行政長官陳怡 - 他一開始啊 - 就是對這些民間的需求 - 大多數 - 可以啊 沒問題啊 - 但是後來發現啊 - 因為他其實在談判的同時 - 他也偷偷通知蒋介石 - 就還在中國 - 通知他說要派軍隊 - 來台灣鎮壓這些抗議的群眾 - 但是他們其實也沒有心 - 真的要好好的解決這個問題 - 可以這樣想 - 有這種感覺 - 表面上在跟你溝通 - 但其實就準備已經好 - 要派兵過來把門殺掉了 - 所以真的等到軍隊 - 從3月8號開始 - 陸續從基隆港上岸之後 - 他們就一路從最北的基隆往南 - 開始清巷 - 清巷可能要解釋一下 - 對 可能要解釋一下 - 清理的清 - 清理的清 - 鄉下的鄉 - 鄉民的鄉 - 鄉民的鄉 - 對 清理鄉民的鄉 - 對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- 就是肅清整治啊 - 就是去從北到南開始大掃除 - 把這些異議份子都給掃除乾淨 - 可能是軍隊 - 就很多軍隊直接把人民給屠殺 - 所以這才是真正開始所謂 - 二二八事件的大屠殺 - 所以很多人跟我說 - 他們知道那天死很多人 - 可是其實通常講二二八事件 - 死了很多人 - 比較在講大屠殺的部分 - 比較是在講說二二八 - 後面這個軍隊來台灣 - 開始清鄉政治的這段時間 - 那就死比較多人 - 所以反正二二八這個始末 - 我覺得 - 很多人是不了解他的狀況 - 可是我覺得大家多少都可以感覺得到 - 二二八事件對於台灣 - 有一些影響力 - 對啊 你不是有問很多朋友 - 對 我問很多朋友 - 然後我有得到一個 - 我自己印象特別深的答案 - 然後有人跟我說 - 因為二二八事件 - 所以台灣人變得對政治很冷漠 -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- 為什麼 - 因為 - 照理來講 - 你想像你的家被攻擊了 - 或是說你受到不平等對待 - 然後你的同胞也因為這件事情 - 就是被消失或是被欺壓 - 那照理來講 - 你不是應該要很生氣嗎? - 你不是應該要出來抵抗 - 那你對政治的參與度 - 不是應該要更高嗎? - 可是他怎麼會變成 - 就是一個相反的結果 - 是冷漠 - 然後確實這個冷漠 - 我也有感受出來 - 其實在我其他的朋友圈 - 就是如果不是政治這個領域的人的話 - 確實是有這個冷漠存在 - 我是這樣理解 - 因為其實 - 當然說整個二二八大屠殺中 - 很多一般平民也被殺害 - 但有非常多的人 - 其實是一整代的台灣精英 - 就是被消失 - 像譬如說 - 很多人就這樣死 - 莫名其妙地死掉了 - 而且很多都是因為參加二二八處理委員會 - 去跟官方跟民間彼此談判 - 然後後來就被判刑或是暗殺 - 像譬如說像 - 台灣人第一個留美的哲學博士林茂生 - 像大家可能聽過的 - 台灣很有名的藝術家陳陳波 - 像很多的或是司法官 - 像是有法官啊有檢察官啊 - 有律師啊有醫生啊 - 有銀行家啊 - 這些人很多就是莫名其妙地被消失 - 你可以想想看 - 如果這些人 - 像現在要講什麼 - 意見領袖 - 意見領袖 - KOL - 你平常可能就是去按讚留言分享他的文章 - 因為他可以代表你的聲音 - 聲音 - 然後連這些有代表性的精英 - 這個家大業大的 - 他都可以被國民黨政府突然的消失不見殺掉 - 那你還敢出來講嗎 - 我覺得有點像是你內心 - 有一群人他代表你心中的信念 - 那可能他站出來 - 為你想要捍衛的價值去發聲 - 可是沒有想到他得到的對待可能是被消失 - 無論是形式上的消失 - 還是生命上的消失 - 那某種程度上也是 - 聽起來就是打擊了 - 打碎了這些人 - 就是這些人的信念 - 所以就是有些人可能 - 有些精英可能是被殺害的 - 但有更多的精英 - 或是不管講精英啦 - 也許很多台灣人是 - 我看到了這群人被殺害 - 所以我選擇 - 那我不要再講話了 - 我可能就是 - 那我就當裝作沒看到 - 我對公共失誤冷漠 - 真是冷感 - 反正我可以活著就好了 - 對 我至少先求活下來 - 我不要像他們這樣消失 - 冷漠 - 確實會造成我同學講的那種冷漠 - 不過還有另外一個現象 -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觀察 - 就是有人跟我說 - 228事件是族群分裂的開始 - 但是也有另外一群人說 - 是民族主義的開端 - 但是這兩件事情其實都是在講 - 對於台灣人這個身份的認同 - 但是他們是用兩個截然不懂的觀點 - 來呈現 - 所以怎麼某某你的觀察 - 是怎麼會出現這樣子兩派的想法 -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 - 雖然聽起來不一樣啦 - 但其實說實在是同一件事情 - 就比如說 -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台灣人 - 對 - 你原本被日本人統治 - 然後你被當成中國人 - 然後一樣差別待遇被殖民 - 然後戰後一開始想說 - 欸對啊日本都說我是中國人 - 那現在換成中國人一樣的政權來執政了 - 欸我應該可以出頭天了吧 - 我應該可以一樣去政府當官 - 不會差別待遇了吧 - 沒想到中國的統治更慘 - 然後台灣人被破壞得更慘 - 所以這個時候你當然會開始想說 - 欸奇怪 - 我是日本人 - 韓是中國人 - 也不是 - 也不是 - 對 - 那我到底是什麼人 - 所以你就開始會形成一個新的一個 - 對自己的想像 - 欸原來 - 我是台灣人吧 - 因為我不被日本人當 - 當他們的人 - 我也不被中國人當他們的人 - 我是一個 - 另外一個個體 - 所以台灣人這個概念 - 就誕生了 - 你可以講就是所謂的民族主義的爛傷嘛 - 就是對 - 但你當然也可以說 - 你正在中國人的角度 - 族群分裂啊 - 你怎麼可以分裂我們 - 你怎麼可以突然把自己當台灣人 - 明明就是中國人 - 都是炎黃子孫 - 所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- 他們也會說 - 欸你這個是在搞族群分裂 - 但其實同一件事情啦 - 就是台灣人的族群認同 - 逐漸逐漸的建立 - 聽起來很沉重 - 但是我們台灣人就是逐步這樣的發生的 - 你可以想像像現在不是發生疫情很嚴重嗎 - 對 - 我們就會發現到說 - 因為台灣和中國很不一樣 - 所以越來越多人 - 對 越發現不同 - 發現差異 - 才會形成那種共同體的邊界嘛 - 我們現在就有個口罩的邊界 - 我們不能夠把這些防疫的物資 - 給外面的人 - 我們要自己先使用 - 那通常我們在228當天 - 你自己啦 - 就是作為一個政治宅 - 對 - 你在228當天都在幹嘛 - 我們在發掘各種史料搜尋 -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事情其實已經過了73年 - 對 - 但是其實還是有很多新的 - 不管是口述的資料 - 或是很多歷史的文件 - 又再重新的被發掘出來 - 就真的事情 - 雖然已經過了很久 - 但是真的希望大家再去發掘 - 不管是問你的家人 - 問你的親朋好友 - 去討論這件事情 - 會有更多的發現 - 就是可能跟了解這件事情的人聊一聊 - 或是如果你是了解人跟不了解人聊一聊 - 不用是很激烈的觀點 - 就是單純像在講歷史故事一樣 - 去回顧這段歷史 - 對 真的耶 - 因為像 - 當然我的比較年紀大的長輩都不在 - 但是因為你看73年前 - 當時如果就算只有10歲的小孩 - 可能有辦法不要記憶一些事件的事情 - 現在都已經83歲了喔 - 10歲的人現在就73年後已經83歲了 - 也許活著 - 但是可能記憶也沒那麼好 - 所以真的我覺得大家要有機會的話 - 真的要多跟自己的長輩聊聊看 - 就是他們對當時的228事件也沒有什麼樣的記憶 - 就不讓這段歷史被遺忘就是最好度過228的方式 - 對 要記得 - 沒有真相 - 沒有原諒 - 每年再回來聽我們這一集 - 對 而且我們莫草有做非常非常多 - 跟228有相關的主題的文章 - 我們可以放在下面的連結 - 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看一看 - 有興趣可以下去了解更多 - 228如果怕出去玩打卡 - 或被同學討厭 - 被朋友討厭的話 - 可以來看看我們的文章 - 就分享我們的文章啊 - 對 分享我們的文章 - 顯得好像很了解 - 對 然後再出去玩 - 不知道 - 對 真的 - 這個時間真的大家可以都趁這個機會放假的時候 - 了解一下這天在台灣歷史上 - 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- 我覺得不需要再用很嚴肅的方式 - 的態度或是心情 - 太serious啦 - 就是比較鬆一點 - 但也不能太... - 外表輕鬆內心嚴肅 - 對對對對 - 這樣我們才可以一直討論 - 然後這件事情才可以一直被記得 - 沒錯 - 所以我們這個禮拜大概就是 - 要228時間 - 然後如果你覺得我們講得太簡單 - 但是我們非常歡迎你把這個太簡單的內容 - 分享給... - 身邊覺得政治很難的 - 因為對他們來講可能 - 還是有點硬 - 因為我們希望還是做一個 - 有點像入門檻 - 能夠用個標的的門檻 - 讓大家可以去了解各種政治議題 - 譬如說這次有了解228發生哪些事情 - 那我們要把握草喵政治分享給他們 - 嗯 - 然後... - 看看我們有沒有機會幫助你改變 - 他對政治討論的想像 - 沒錯 - 然後也希望你們可以訂閱我們握草的臉書 - IG 以及我們的 YouTube 頻道 - 開啟小鈴鐺 - 小鈴鐺 - 然後歡迎投稿你家貓咪的影片給我們 - 對,讓我們不要只有阿爸 - 阿爸太辛苦了 - 加班很累 - 最後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- 希望大家可以定期定額 - 支持握草 - 支持我們做更好的內容 - 好,那我們就下禮拜再見囉 - 掰掰 - 掰掰